这可能是炒饭最详细的教程 哇呀 这里还有饭 你看 我发现你最近越变越难了 昨天晚上的饭 到现在还没处理掉 美鹤你过来 这个是我家一个人特意留的饭 我今天教大家做个蜜植炒饭 我现在抽管你了 抽管你了 美鹤的炒饭 一绝 今天就让它把所有的蜜绝交给大家 把霞头除出备月 壳子给它剥掉 剥成虾仁 片开往取出下馅 剥好的虾仁 用盐水给它清洗一下 锅烧热放点油 放入醋 给它煎出香味 把葱姜豆 把那个虾头先往里煎一下 煎出虾油 把虾头加走 虾仁再往里煎一下 把虾仁加出来焖油 投生抽 用抽 红油 糖 和胡椒 把汁炒油倒出来备月 隔夜的米黄 加两个蛋黄 给它抓鱼 锅烧热放入油 倒入蛋白 把蛋白给它炒熟 把它备月 锅烧热放入油 调好的 换些换去炒一下 给它炒松 炒热 炒好了 给它倒出来备月 锅烧热倒入油 倒起来大黄 先给它炒一下 倒入洋葱 红萝卜 芦笋 给它炒熟 再倒入早菜 继续翻炒 倒入米花 给它炒均匀 倒入酱汁 给它翻炒均匀 倒入蛋白 加仁 继续翻炒 给它炒均匀 其实炒均匀啊 非常考验厨师的功力啊 在家里很容易把均匀炒均匀 看完视频 你也能做出完美的炒均匀 炒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加入葱花 继续翻炒均匀 真是太好吃了